那可是问题是他们现在复学了 可是国家要花10亿英镑来补救 就是补救教学 希望学生可以去把之前缺的课把它补齐 那老师你应该就知道 所以在停学这段时间 他们线上课程是成功还是失败 大部分来说大家都不太有信心 希望我们台湾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尽量把我们的课程做好 老师我们也撑了三周了 不知道您的心情怎么样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 那你们的孩子的心情也不知道怎么样 像我们一开始停学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学校还是很多人 为什么 因为老师不知道怎么上课 他们离不开黑板 那后来就是自信能力也是有 就是有担心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很多老师还在学校 虽然学生没有来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就强迫分流 强迫他们回去 我们就强迫老师分流 因为办公室不要群聚 所以我们老师逼不得已也是只好 赶快去学这些东西 那我们学校也是可以互相支援的 那比如说线上如何点名 那什么时候叫缺席 比如说他挂网 他挂网 然后都没有印 那你要不要进他旷课 等等很多 很多问题方面 那你现在应该 老师应该都有觉得 其实如果我们跟学生面对面 人跟人接触 其实是蛮重要的 不晓得你的孩子 有没有在 有没有还在学习 那现在第二步一定会有 线上学习或是 一定会有同步跟不同步 那时候去年我是教务主任 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年 在严厉停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还好后来没有停 那去年我记得 刚开始宣布停课的时候 大家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哇都不用停课了 那我用军力就让学生 每天看影片就好了 就是一直就是规划 比如说ABCDE 就全部每天都看一个影片 就把它看完了 可是教育部后来直接 我那时候直接说不行 因为你没有同步 那叫不同步 我们让学生去看影片 那叫不同步 所以教育部就规定说 要我们要同步 那至于怎么实施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处里面来文是 要一半一半 50同步 50不同步 至于哪一种比较好 比如说有80啊 20啊 70 30 50 50 40 60 像我个人是大概 50 50 但是我基本上 不同步的时候 我还是在线上陪着他们 就是每一节课的时候 我跟他讲 这节课你们可以讨论做什么 就是你们的时间 但是老师会在线上 甚至还有更多时间 其实我会跑上去跟他们聊聊天 各位老师 我们可以做个民调吗 就是我点一下 等一下 就是我们 我贴一下给各位老师 就看一下各位老师 老师可以帮我先填一下表单吗 就是在讯息栏的时候 看一下各位老师 好 现在各位老师 您的课 帮我填一下表单 那我大概知道 每个老师遇到的状况 跟您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我等各位老师两分钟 我们的课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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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老师 每个人的想法不见得不见得就是我们这个群组如果有老师有老师还要填吗应该应该不用吧如果有没有就是让您填完了那很不好意思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你们的任教年段大概都是这场是国中场所以应该是国中比较多还有国小的国小的老师你是不是跑错场了 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那再来我第二个问题是林正教的科目是什么因为我这一场是讲数学嘛所以大概数学占了38.5其他领域我看一下还有还有其他是自然也有自然跟数学就是理科英文也有英文跟数学一样的时候比较像的都是学的不太好那再来23.5这个是其他科目 博文有7.7%谢谢那停课时间使用哪些平常因为这个是填充体所以他有点乱其实他这样呈现就是大概蛮多人用军业也有人用然后康轩云电子书英才文英才文也蛮多的然后比较多都是Google Meet跟Chris Room我去年去年当教务的时候我们就 就是已经讨论了一番就是那时候比较多人用Rune那时候大家或者是Microsoft的那个Teams然后大家都一直在讨论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只有只有一个就是越简单越好所以那时候其实Rune还没被抓之前就是我就决定说虽然他功能比较多也比较完备比较不用弄很多东西像Google Meet 有些他比较麻烦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线上分组他就比其他的软体麻烦那各位老师我就是简报这样讲如果老师有什么想跟我反映的或是想学什么的可以老师可以跟我讲或是如果我知道了我们可以讨论如果不知道我也可以去问或是怎么样就大家分享大家都聊聊天没关系就是有什么想知道的 Google Meet就是他功能比较少可是他很少很好上手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会就那时候去年就是准备用Google Meet的那我们已经已经就研洗完了那幸好后来就是没有放假 那我今年时间到了我也赶快离开家务所以就是没有用到那今年就是真的我们新的家务也是在跟我说会不会不会放不会放不会放那结果真的就放了那我们也是只好往前走那您同步教学的比例大概蛮多老师是最多老师是38.5 76到99大概占超过5成就是超过5成你用了超过5成那比较还有蛮多是25以下25以下蛮多再来是跟50到75就是也蛮多的所以其实老师使用的那也有百分之百也有7.7那剩下的26到50%也是有人就是占比较少 就是基本上比较多都是占一半以上甚至有百分之百有7.7的老师百分之百都会用 这个老师你可以自己去评估那你现在觉得停课这我觉得第五题就很重要教学成效跟你选怎样 比较多老师都觉得很差不过这是正常的然后又有更好的那老师其实应该找你来分享才对就是更好的就是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原因 你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在讯息栏上留言我们可以一起学习这样子那也有老师还没评量就是那差不多的是占15.4 那你想回来我觉得这最实际你想回来上课吗很想50几其实我也很想我虽然在学校每天没有学生在那边鬼混都不知道在干嘛 虽然现在我虽然我们也在办新生工作像我们现在在筹备那个线上毕业典礼就是没有学生都是在线上然后又要直播又用meet就是很就是很乱 然后也很就是心情很复杂没有看到学生这是就是很奇怪就对了那也有没有人不想我在看你没有人不想我之前有分享过有人不想 也有人不想不过都是个位数大部分老师都都蛮想回来的就是上课的也是蛮多的上课很想那您的孩子希望吗如果您有问过他的大概蛮多孩子都很想跟我问的一样那上课的23点多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有问过他的 大概大概可以知道我们这一场 老师们的想法 那就是大概知道我们的想法那接着就是我这个课程我会介绍这个课程那还会介绍我后来怎么实施那我基本上用了因为其实google meet 跟crease run应该不太需要我去讲因为老师应该很好上手 摸也很简单那英才网 我大概就google meet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电子书我使用他的电子书 有时候有用到课本就看我的状况可是后来课本其实越来越少用到因为他那个镜头除了你调得很好不然其实 还是会遮住这样子那再来就结合英才网 因为英才网我们本来就有在做 那再来就是卡户啦 其实我也是卡户我也是试试看因为就是觉得不晓得可以是吗就是我们也在玩玩看好那再来就是我的测验都是用google表单测验 那表单测验出来就是他会给我一个成绩那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就是书商汉林命题系统就蛮简单的后来我也是有来测试看看就这几个那当然蛮多部分就是还是会让学生报告这样子那基本上如果您是数学老师你就知道特殊四边形这四个基本上我先讲一下虽然我用那么多素材虽然我 我以前的学校跟现在的学校之前都有玩行动学习虽然弄了很多年那基本上我都是在当行政所以我的资讯能力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能做你一定也能做因为我只能用简单的东西太复杂的东西我也不会比如说写程式或是太高深的我只能用简单的东西那我觉得用资讯简单的东西融入教学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改变好不过现在就是要全部融入了现在没有时间让我们选那基本上 特殊四边形如果你是数学老师你就知道这个单元像我一直都在偏乡教书我刚才有看到那个长宾国中的老师我以前在台东大五国中也是十几年十年以上所以我其实蛮了解偏乡的孩子我现在我们学校也是很偏乡所以我其实这四个角 不管对角线 边长 角度后面三个就是平行四边形的特殊平行四边形学生都会全部搞在一起所以我这四个这四个形状四边形我就是采取的策略就是一起上然后一起去澄清这个就是课程课本当然很多但是我们基本上没有上很多基本上就是让他们自学 那一开始我就用金台网去弄了这四个一起上也有好处了因为就是他们常常会搞混要搞混就一起搞混那没有搞混的话你就是把它弄清楚就好了那他的影片的那个指标就是S8知识 这也是01啊0203等等我就让他们一起看就让他们一起看那当然这三个看完就可以知道长方形 菱形 真形跟正方形它的特质跟性质就是让他们一起去学习 好这个就是英才网他们常常在强调的试学那基本上我这一门课也是融合这四个要素如果您有上过英才网的引试因为会上来这边引试老师基本上应该您都有上过英才网的 研习就是学生自学那从学生自学以后从错误的去找出观念澄清那再来让他们组内共学那组内共学以后就让他们可以组间互学就让他们可以互相学习那再来就是教师导学那我基本上没有一定按照这个模式啊但是呃就是会穿插这样使用那基本上这个这个东西在课堂上 在课堂上实施的时候很已经很容易的啦就是我们玩过很多次的像我们学校同事呃同仁也是我们也有一起参加英才网这个科技自主的计划就是我们玩很多次就是其实蛮简单的好我们会把学习留给学生那基本上在课堂上都是让他们讨论哦呃学习合作学习啊那学习怎么去分享啊学习怎么样呃去接纳人家的意见或是怎么样去呃找出 不一样的想法哦基本上我们都蛮喜欢的那哦那基本上这是课堂上的使用的状况啊但现在我们都我们现在这些状况都不会发生因为呃每个学生都是在呃都是在他们的电脑背后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办法发生那我只能试试看那基本上我的第一节课 好虽然我有时间有四分二三分十八分十分等等哦其实他已经超过45分了他他全部是55分其实这一段通常我在派工作的时候我通常是上课会派啊我上课会让他们用 但是我会跟学生讲你就是要在下一课下一次上课之前把它做完啊啊当然呃会逼比较紧啊那现在我们比较麻烦是你学生跟我们没有在学校以前如果是我上课的话呃一交代座位基本上不太有学生感就是能够不交的啦啊但是现在我们在视讯嘛离他很远很远就是透过网路线我们在就等于在空中相会其实就是必须去盯他们完成 那我基本上也是会检视他们怎么去完成那这 一样这三个影片看完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其实这些除了交派任入以外我会跟他们视讯其他都是非同步的那基本上我那时候非同步我刚才有讲过其实我人有我人也是在现场啦我就是让他们在现场做那下课的时候当然就下课啦那其他的他们就会自己把它完成啊印差很简单嘛你一定会可以看到你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哪些完成哪些不完成 那第二节课就基本上就只能同步啦我大概会让学生看学生的回馈啊学生作答的状况那我们从那个 然后银财网里面的进度去看就知道学生作答的状况怎么样那我就针对错误率比较高的来讲当然错误率低的就不用了啦我当就是让他们小组去讨论就可以了那课本提到的再来就是完了以后这个时间也没有花很多就是一两题两三题而已 我讲完以后大概就是课本的重点导读啦当然你那时候学生都已经自学过了在导读的时候就是针对他不熟的地方而已我不会全部照表操科就不会了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一些概念我就不会讲了我大概都是分析题目啦因为虽然性质啊很简单就我们老师来说很简单学生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运动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有点难度 那基本上这一节都是我在讲比较多啦就视讯同步那再来就是我讲完以后我也是大略把这四个弧形的题目大概讲一下 就是没有媒体讲然后大概就是后来就是交在座位 就是也就是课本的自我评量就让他们去学这样子那第三节就是基本上我就会让他们讨论就是让他们每个人写完以后我就有个时间让他们视讯 他们自己视讯了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就是线上的那个就是Google MATE其实他可以分组我有点复杂我那时候反正我本来在课堂上就会分组那他们会自己用LINE或自己用讯息他们自己会分组讨论那我基本上就挂在那边 我那时候就是挂在那边跟陪他们讨论他们就各组讨论啊有时候有问题会发生再问我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主间互学就是他们会 就是丢东西进来啊不过他们是丢在Google Classroom丢给我看那我后来就是让他们自己自己改这样子然后互相出来发表那最后我就让他们做一个报告然后各主要需要做一个报告就是这四个特殊四边形你把它整理他们的性质一同或是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或是你的心得什么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去报 报告不过就是这一次试了以后就是在线上报告其实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就是虽然我常常会要他们报告告诉我说你们这一组谁做了什么谁做了什么 我就不要抢的人出来报告就是你组长抢了去安排就好了让那个程度比较差的孩子可以去报告或者去整理我通常会这样去处理 那这大概就是我这三节结束的安排那时间上大概也是这样同步非同步所以老师可以看到这样的比率看起来大概是一半的接近一半 同步可能高一点点大概六成五六成左右其他不知道您的课程是什么安排 那这个就是作业的指派然后就是就是那时候指派作业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有看影片 然后笔记方面我比较没有在做 可是我需要我会用测验去控管学生的学习 那完了就是练习题 那再来就是动态评量教学等等 那时候有同事来跟我反映说他有看到这个题目 那时候老师你不晓得你有没有教八年级 如果你教八年级英才王这个题目是错的 这个题目应该是 应该是四台队哪一个是平行四变形 不过我们学生那时候有人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人讲 问的时候他们跟我说真的怪怪的还好 就是有学校同事来跟我讲 后来他就请我写信跟他讲我就马上写信跟他讲 立刻两三天后就马上改回来了 就已经改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英才王的东西其实他蛮即时在更正的 蛮即时在更正的一直在乱 就是有错误的地方老师就会去讲 然后大家也可以用 虽然他们这些数字都不是很漂亮的 不过让学生算一下其实也蛮好的 就是他更正题目错误的东西还蛮快的 这个就是检讨作答率比较高的 错误率比较高的 就是让这几个题目我就会拿出来检讨 拿出来检讨哪些有错 就是基本上我找比较多的了 那我们班这个班只有十几个人 然后因为有一些资源班也出去的 所以留在 可是还是有一些资源班的学生我也不知道 特出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留在班上 所以这个班是M字 M型化蛮严重的 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就是利用英财网或利用一些辅助 辅助学习的东西 刚好利用科技去找一下他们的弱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学习这样子 基本上我就找几题 然后我来检讨 不用每题都检讨了 就基本上针对他们错的就可以了 那这是课本了 刚才讲过了 其实我一般在上课都会叫他们开视讯 不能不开视讯 这一次是因为他们要上传简报 我怕他们有肖像权不好意思 就是有忘了开关了 我就把它稍微mark一下 如果没有我就叫他们关掉 没关系 基本上我就是一面上电子书 然后这是他的简报 一面就是教他们怎么讲 那当然我后来发现有些局处就是 有时候你这样在讲的时候是 跟黑板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你还是要动一下笔 我用笔电 笔电比较很难 比较难去写字 如果用平板就可能会比较好写字 不过没关系 我那时候有时候会辅助一些黑板 或小白板 或是大概提点一下学生 其实他们之前在线上也讨论过 也学习过 所以其实这个导学导师导学倒是还蛮简单的 那他们各组也会互相 就是我会让他们互相讨论 不过这一组 这一组后来被我推荐 我把它退回去 因为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太简单了 那我们就是在让他们组内共学 就是他们其实这时候我在那边陪他们 他们就已经私下在run了 那现在后来我当然知道Google Meet怎么去分组了 但是就是没有很简单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同事有说他们可以加载一些软体会比较简单 因为我基本上还没试过 我是用他的 我是把先分班把组分完再让他们去run这样子 那基本上这个是他们组内共学的时候 那组间互学就是我去报告 他们会把题目传到Google Classroom 那我就是看一下 不过我有点 我那时候在帮他们批改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累 就是因为 因为你用笔电没办法改 用手机跟平板 那个字又有点小 我用手机 我就觉得有点累 我就后来叫他们自己互改 叫他们互传给同学 叫他们互改 所以有自于 自于国中中有一个好处 其实我都是交办 他们想办法去克服 我也没有 那时候我也不太 没有教他们太多 学生就会改 真的蛮好笑的 他们可能是用笔电 写的真的很好笑 像这一题 人家明明就写对 他硬看了 他把它当成那个对角线垂直 他给人家写对角线不会90度 还这样给人家写 当然我们后来这个题目 我觉得很有趣 会拿出来讨论这样子 所以我就写大哥 人家是对的 你们给人家改错了 有时候就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让学生去互评互相改 还会觉得蛮有趣的 他们也觉得蛮好玩的 这个也是一些案例 但是他们自己会把 他们觉得好的把它写上去 他们的答案写上去 当然同学下面他是不会的 所以学生就自己帮他改 还有人画太丑也是不行 他说还跟人家讲要用死话 错的他们就自己写不是周长 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就是被改的时候分享 有时候在现场也是会有点辩论 我觉得这样也蛮有趣的 就是在课堂上活络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基本上学习状况不太差 那这个就是后面我会再针对他们的一些问题 盲点我就再会再解释一下 比如说征型他们其实会又比较特殊一点 所以我大概会再讲一下 大概会再讲一下 那这个给人家改错了 当然也要讲一下 就是跟学生互动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报告他的那个 赌尖护学就是报告 就是报告他们的报告 基本上他们自己整理完 整理的都还好 我觉得都尚可 就是还好而已 就不太有像这个也是call 那个课本的 中间那个是call课本 那旁边有的是自己写的 那之前被我推荐那个居然去给我抄军力的 他不知道老师大概都看过了 各个版本的教科书 还有各个数位教材 反正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去整理 或去搜选都没关系 就是让他们去来分享一下 主要是厘清这些概念 不然以前我教的概念 就要教我的经验 学生这四个试边型就会一直鬼打墙 什么时候那个对了线要垂直 什么时候对了线相等 什么时候会平分等等 就全部一直在鬼打墙 我后来发现那他们报告以后 的确有厘清蛮多的 这一方面他们就比较不怕 就是有达到不错的效果 我这个翻踏一下防疫的无奈 就是就是那就是我们在家里真的 我是还好我是拼同事在抱怨的 就是就是人家传给我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如果我再停格下去 真的这个父母亲真的 这个小孩子在玩 玩那个 这个没什么 那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大概他们是怎么 我怎么去让一下那个 我看一下我的 你怎么开 开的是英才网 可以让老师看一下他们大概是怎么报告 就是他们他们大概是 他们大概 就是大概状况大概是这样的 老师如果有看到我很吵 你要体谅一下 因为我觉得上课真的蛮吵的 然后互相分分是 长方形和正方形 两条对角线等长 和互相垂直平均是正方形 然后 一些古村是 零行是四个边的 然后长方形 对边平均 对角线等长 四个角落是正方形 正方形就是 边平均 对角线垂直等长 四个角落90度 不接近等长 好 好 那还有 我看一下还有哪些 应该基本上 基本上是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 有时候就随性给他录影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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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互相平分然后也有互相垂直 然后正方形就是 然后正方形就是 都会 互相平分也会互相垂直 然后也正常 然后那个 里面的角都是90度 好 阿伯要补充吗 呃不用 阿伯先不要移除喔 我帮你讲 那 真行他是 对角线 一条对角线 平分另一条 所以他只有一条平分 知道吗 这样讲就可以了 可以吗 那 菱形 两个角 你要讲清楚 对角相 大概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看一下还有 那卡户呢 卡户是在哪里玩的 卡户 卡户我也是试一下 结果他们居然在 Meet上面也可以玩 这个是 这个只是让他们好玩 点名 点名的时候好玩 点名的时候好玩 我就是抽到的我就是问问题 就是点名的时候好玩 抽到我就是问问题 这个学生程度不是很好 不过抽到他了 就 那卡户老师可以看一下 卡户我觉得 是不是 居然可以玩 我也是很 而且我玩了两次 居然可以玩 我讲的比较多了 多声音可能没有很大声的 所以老师你以前学过的 那个资讯的东西 其实 其实也可以拿来玩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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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哪一個 好 這個就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好 這個 好 那所以其實 其實我的重點只是跟他們互動就好玩 以前就是會玩 以前就是會玩 以前還可以玩Prinx 就是其他的東西比較多 因為現在線上我就想說 不過卡戶現在越改版越 老師相信應該你們都玩過 他的功能 不用錢的功能越來越少 他現在就是很多 我後來發現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也是跟卡戶一樣好玩 就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 那卡戶因為大家比較多 所以我就舉這個例子 基本上這麼多就是讓跟學生互動而已 就是沒有說 不要說一直我講 然後到時候都沒有聲音 或者是你就聽到鍵盤的聲音 那所以玩的重點 像卡戶他就會告訴你 哪個學生答最少 其實這幾個我本來就會知道 哪些人沒有答到 他就會跟你講 哪些題目比較難 學生都比較不懂 大概錯最多的他會列出來 以前列的很詳細 現在因為免費版的 他的報告越來越少 因為卡戶他出來很久了 很多年了 現在很多都是要錢的 那我們基本上玩不用錢了就好了 就可以去玩 那基本上考試 這玩的重點就是我要知道他們的 哪裡不會哪些題目還不懂 那基本上我這些測驗已經都是第四章 第四章全部的 如果你是數學老師 國中數學老師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已經把段考範圍全部交完了 我已經把段考範圍交完了 現在都是現在在玩考試測驗 基本上都是在複習 我已經把它加完了 那比如說我後面的後面的考試的重點 就是大概就是我用表單 我就跟剛才那個一樣 老師那個如果你用表單的話很簡單 就是剛才我那個是問卷 那你只要加個測驗 那你的那個題目順序也可以換 就是像我們現在要考期末考 已經大概都是多元評量 你也可以用表單出題 那同一個時間 只要你同一個時間考 然後你的順序換 基本上可以減低他們作弊的 不然其實很容易作弊的 那基本上我可以知道他們的評分 平均分數 那也可以知道哪一題錯最多 哪一題最多人錯 這像這題就錯最多的 超過一半錯 我就會大概知道原來他們 只要涉及到計算的可能會比較差一點 那再來就是表單也可以知道分數 我就知道每個學生的分數是多少 我就把它列出來就知道他的分數 會不用改 我反而還可以知道哪一題誰對誰錯 那基本上我是要去找哪幾個在混 因為我其實我們有時候在上線上課程 有一點就是你隨時要去測驗 你如果沒有測驗的話 你如果9999都沒有測驗的話 學生可能就睡著了 那我不太理你 那我基本上就會讓學生去測驗 那我像我看到第14個學生 我就嚇一跳 他是能念書的小孩 程度中等大概中等中四 怎麼會考10分 我嚇一跳 那再來就是有的考20 因為是程度比較差 我本來就知道 或者是考30 有的考不好 那我就開始追這個學生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在交作業的時候在線上吹 會比較難 像我會比較難施力 但是我常常會跟學生講 同學你覺得你這輩子不會再看到我了嗎 你覺得停課位置停下去嗎 他們就會比較謹慎 就功課什麼的 測驗什麼的 很努力在學 像這幾個被我控管的 我就把他開 我自己開就是開一個小組 我就把他交過來 就跟他們講 講講然後點名 我的意思就是 那這些東西除了 或者是我在檢討一下 他們不會的 他們會問我哪些比較難的 我就檢討完 檢討完以後就是 也是配合英台網 英台網會有一些題目 就是一樣比較難的一起講一講 我主要考那麼多 就是那形成性評量 其實我蠻愛英台網的中關題庫 然後就是中關 中關題庫的中關測驗 因為我會 我可以知道學生到底落點在哪 有時候在偏向國中生 他的程度不見得是在國中 所以我就是蠻喜歡用這個東西的 當然你一定要 一定要視性審題 通常我們學生都是 就是如果你全部都會的 大概五六題就解決了 五六題他打完了 他是開始在那邊就OK的 如果你在那邊鬼打牆 如果你千萬不能用全部的題目 你們學生會算到死 用私信審題 他很快就會找到你的弱點在哪裡 但我就會知道哪一題學生比較不會 大概比較差的 那我就會去原來是T型 就全部的後來就交到T型 原來是有點文章比較長 他們就比較不懂 所以我就會去處理這些事 那老師你覺得成效怎麼樣 像我一直在測驗 我就一直在 就是我覺得線上學習蠻重視的 就是他們的成效 我就一直去控管他們的成效 這個是後來我再考一次 第一藍色的就明顯是剛才考的那一份 那個題目後來我就再用不同題目再考一次 然後我大概檢討過一些題目 然後也訊話過以後就明顯的提升 分數就明顯提升很多 就是我主要是看那個 有程度但是考10分的 表示他都在他都在混 然後他這次就考70了 那大部分都進步了 大部分每個人都是多多少少都進步 那他們的平均也從51到67點多 就是有那我覺得這樣不錯 這樣就已經有進步了 那最後我就是在考那個 我就在出一份那個漢林雲端了 不過我那時候剛出完下課我就截圖了 所以有人還沒教去 那個剛才被我訂那個學生 就是下面這10號這個他已經100分了 就是11號這個他已經100分 都教了啦 因為那個10號教有一次沒有 怎麼會有兩個名字不知道 就是11號他就已經100分了 表示我已經知道他達成 學習已經沒有狀況了 就是那我就比較放心了 所以我還蠻重視就是他的那個成效啦 所以我會一直考試 那考試也不會有考很多 為什麼他們都是整書 因為我只出實體 我只出實體 我每次都出實體實體實體 他們也很快就寫完了 有時候我會出兩份實體 他們很快就寫完了 就慢慢去釐清觀念 那我覺得這是星空圖啦 就是那個英才王的星空圖 就是你可以從我們可以從學生的 到底節點在哪裡 子技能到哪裡去了解 像我們如果在偏向程度 比較差的學生 就這個就蠻需要的 也蠻需要去做的 那我覺得在線上教學會成空的原因 應該我覺得第一點蠻重要的是半經 半經還是只是半經方法跟我們在學校不太一樣 再來就是可能要維持動機 所以我們才會弄那麼多資訊 那麼多好玩的東西 一直跟他一直跟他玩這樣子 那第三個就是互動了 比如說你一定要問問題 一定要強迫他講話 有時候學生死不講話 不然就跟你裝什麼麥克風沒聲音 我都不管我就一直 我看一下我們同事也是一樣 你就一定要講話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會像我會不定時 有時候會上線 有時候中午的時候他們在吃便當 有時候我看到這個疫情那麼嚴重 我看到學生在吃便當 我覺得還蠻療癒的 看他們在吃雞腿 用力的吃雞腿 雖然上課的時候可能在打瞌睡 那如果在吃雞腿的時候 我覺得蠻療癒的 我就跟他聊天 那我有時候我會教一些 聊一些跟課堂沒關係 我就問他說你的心情怎麼樣 你用Jumbo貼出來 像我Jumbo在數學比較少用 但是我會讓他們用Google Meet Jumbo就是你們的心情怎麼樣 怎麼樣就大家聊聊天 就是跟他們建立關係 所以上課的時候就比較不會那麼無趣 那我們有時候 我們幾個數學老師在聊天說 這次我們以前的練習有用的 以前我們上數學課 我們都在討論都在練習講幹話 現在終於在線上教學的時候派上用場了 有時候我們在互虧講笑話 就會這樣子 平常在冷笑味就是現在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第四點就是評量跟控管 成效其實蠻重要的 我就要去看他 因為還蠻重點就是怕學生都睡死了 這樣真的很恐怖 那線上班經我覺得第一個我覺得要開鏡頭 像這個就是沒有要上傳 這個是我自己用的 我就會讓他們全部都給我露臉 沒有露臉 可能有的沒有露臉可能是剛好斷掉 不然一定要開鏡頭 不管怎麼樣你不開鏡頭我就跟他講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你阿公阿嬤來幫你上課 再來就是一定要講話嗎 剛才講過 那再來就是隨時會測驗 然後我常常會測驗 聽說我的學校就是六分鐘測一次 六分鐘呼一聲 常常一直測驗逼學生講話 或者是有一些面板就是讓學生填東西等等 那第五點最好笑上課氛圍 以前我們上課是怕吵 現在上課是怕安靜 越安靜越恐怖 那有時候安靜到你都只聽到鍵盤的聲音 甚至還有老師跟我講他聽到打呼的聲音 就是會蠻嚴重的 就是可能我們需要去警惕一下 所以上課的分我覺得蠻重要 那跟學生的關係可能也要 雖然我們都不能見面嘛 但是可能也要適時的建立 那再來就是 就是比較注意的就是像 我們比較難做到的就是低成就孩子的補救了 因為我覺得程度好的孩子 其實有時候不太需要 我們只要稍微點一下 他就會自己自動化就會搞定 但是低成就的孩子就是可能需要我們多琢磨 像我就會一直重複的測驗重複的run 就是或是讓他去講出來 或是讓他們分組表達 就是一直磨他不要讓他忽略躺平 就不學習的 那學習孩子的專注度當然很一定會降低的 像老師如果我們每天都這樣上課 那我們每個人也受不了 我們每個人也受不了 沒有人受得了 每天都這樣面對螢幕 所以有時候現在下一步就說 我們大概交一半25分鐘就可以了 其他就放給他吧 也不用交滿 就是大概大家調一下 不要讓你那麼難過 也不要讓學生那麼難過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會發生很多很好笑的事 教學意思會發生很多很好笑的事 比如說這個 他在線上上課用假人 那我還遇過 現在最近好像我們有些同事在講 我看他線上在講 他們現在又開始 像國小可能會比較多的作業會家長完成 像我們學校是因為家長功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基本上 像我剛才分享都沒有家長方面 因為基本上都是我們學校 老師就是要把它hold住 那基本上我們很多同事現在在做什麼 香包 因為段路節到了 那還有之前還有些同事 還有些同事他們在做什麼 娃娃喔 日本娃娃 我看那個很難耶 超難的耶 那個國小老師出給 兒子做 那個孩子做的那個超難耶 那都是後來都是媽媽爸爸在做 那我看那個國小 我真的好多作業喔 父母親都一直在做作業 那還有更好笑的就是 因為作業太多一下要撿青蛙 一下子要畫什麼畫什麼 然後那個小孩子跟媽媽講 媽媽老師說還要買水彩 結果媽媽生氣了 這麼多事我要上班什麼的 然後那小孩子也很乖 他就用那個彩色筆畫了一個很小的圖 媽媽說你畫這個有用嗎 他就跟媽媽講 媽媽你幫我拍大一點 我上傳給老師 老師不知道那個很小 小兒子有時候自己也會找到出路 就是大概大概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學生都亂搞老師 他們都把老師截圖然後亂給他醜化 但是這個錢包不能上傳了 所以我就是那個上面這個圖 就是我用jumbo讓學生寫一下他們的心情 然後他們說每個人都說好想來 大概有九成一大概百分之百吧 每個人都說快還死了 希望趕快來學校 現在疫情當到我們有那個家長 應該不太會聞到老師 他們終於知道老師很重要 他們管不住了小孩 需要靠老師來管 那學生也很愛上學 他們覺得可能再弄下去也受不了了 所以每個學生都跟我說 我那一天在上課就剛好有人傳line 我就跟學生講糟糕又停課了 停到學期末 學生每個人哀鴻騙臉 因為他們每天只能看 像我們學校是停版還多 就是你可以來借 有的學校可能沒那麼多 他們只能一直看手機 一直看手機 一直看手機 天啊每天訂了手機 真的會很慘 所以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那我的結論是 我的結論是 劍三四三 我之前很喜歡資訊的教學 因為我們做行動學習很多年 我也很願意去學玩一下 可是後來在疫情的時候 我覺得天啊 可是你全部資訊的時候 又會死人 就是會死人 也沒辦法像 就是會有很多困擾 就是沒辦法去控管學生等等 但是我現在又發現 如果沒有的時候能怎麼樣 我相信現在全國的老師 資訊能力都大幅提升 那個早知道行動學習 就不用推七八年了 推將近十年了 就是停課 大家都全部進步了 不管用怎麼樣 大家都全部進步了 那現在我大概也可以找到一個 中庸之道 我相信每個老師也會找到他的中庸之道 因為時間不太夠了 不然其實可以分享一些 其實我用的都很簡單 一些表單啊 卡戶什麼都很簡單 大家其實可以 一起來分享一下 如果有什麼可以我們討論 大家再去討論 以上今天就是我的分享